前面有一艘船来了 好来各位贵宾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光临 我们四草大众庙的绿色隧道 四草又叫做红树林的故乡 所以今天就可以很近 看到台湾有的四种红树林 前面要汇船的,我们要先坐好才不会危险 汇船 来孙哥,赶快我们坐下来 右手边小心树 右边的树上有长一只笔有没有 树上有绿绿的一只笔固在上面 来看左手边那个就是观光客 来跟他们挥手 叫林长类 树上有挂牌子 一个是五黎椒,一个叫椎笔固 水笔固上面也有长一只只的笔哦 椎子比较小椰的叫水笔固 椎子比较大椰的叫做五黎椒 他们树上会长一只只的笔 就是树苗,叫做胎生苗 树苗挂在树上,等到可以适应海水才把它生出来 树上会长一只只的笔固 树上会长一只只的笔固 左边这样看到水里啊 然后在水边,在那个石头旁也会看到有鱼哦 快点,鱼要往黑黑胖胖 有点慢慢的叫做五郭鱼 哈哈哈哈哈哈 黑黑的鱼有没有 五郭鱼 五郭鱼 五郭鱼就是一个姓吴的跟一个姓郭的去南洋那边 然后找回来的一种鱼种 交配出来的叫做五郭鱼 还有人叫他叫做南鱼啊 就是五郭鱼 海宝椅子 然后左手边看进去 树香会长一根根棒着上来 往左边看进去 地上有一根根棒子 大颗的树叫做海茄冬 一根根棒子长上来 就是海茄冬的气根 右边也有哦 所以另外都会长一根根棒子上来 两边的树就是海茄冬 右边的海茄冬写胸围123 这里最大颗的 它一年只长0.6至0.8公分 所以长到123快要200年了哦 右边的沙包上有看到红色的螃蟹吗 右边沙包上有只红色的 前面有个大夹子有没有 那只是公的网纹招草蟹 招草蟹 然后有那个很小只黑色的 这是相手蟹 螃蟹小小只而已 因为不好吃所以都还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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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一小船 哇这么多船 前面的小船来了 水里面很多涟漪 有看到整区的雨吗 水里面整区的雨 游过去 有看到翠鸟的声音 翠鸟在那边 翠鸟 翠鸟叫鱼狗 翠鸟 翠鸟 胸前红褐色背 翠蓝色的哦 只听到声音没看到它 嗯 嗯 身边回来 嗯 对啊 土成像 这手边的树 这是爱心的形状 好 左边的树叫做黄锡 又叫做龟小秋 阿嬷在吹黄菇 和翠鸟 好 就用这个叶子叠着 吹出来的菇 就特别香 特别好吃 好 那小的时候 阿嬷还有交代 阿嬷说 出门忘了带卫生纸 这个也很好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各位有求求我 这样面是在吹黄菇 倒面是在吹黄菇 不要用抽边 環保的卫生纸哦 好 右边也是观光客 好 再见 哈哈哈哈 前面右手边的树 这是蓝梨 是君子科的红树林 好 那右边的土成像 不要碰到有毒的哦 这有毒 够到百九万九的青梅 土成像要叫做虾岩树 水边会咬人的树 是有毒的 左后方那一只叫小屁梯 初号叫小屁梯 水面上飘一只小鸭鸭 有没有 小屁梯 它就那么大只不会再长大哦 哦 皮皮科的 因为不好吃了 哈哈 它也是不好吃了 而且抓不到 它又遇到危险会潜水 好 左边树上来这只笔 就是嘴边啊 好 然后抬头看右边的树上 很高的树上 上有个很大的鸟巢 抬头最上面 右边的树上 好 很大一球 喜鹊的家 好 然后左边水里好多的涟漪 有没有 那里面都是鱼哦 这有导啊鱼 然后注意看左边的支流的 左手边的暗象 刚才有一只仓鹿还在不在 哇 不见了 飞走了不乖 仓鹿是鹿最大只的哦 好 这里的鱼很贵哦 钓一只要罚3000 哈哈哈哈 因为这里是台江国家公里的范围 有受到保护了 好 如果很想钓 你就看到鱼 从这里就把它赶 赶到最后面 我们坐船那边 后面有个水闸门 赶出去外面就可以钓了 那边不行 右边的就是土城乡 有毒的哦 左边地上有很多的洞 地上的洞都是螃蟹挖的 看到出来螃蟹吗 这里有一只黑色的 加着红的 叫相手蟹 有很大的土堆 大的土堆 很大的洞 里面的妹妹很大 凶狠圆蟹 左边小仙桃 左边趴下 左边趴下 小心哦 右边后面小心 右边地上也会有很小只的螃蟹哦 左边小心哦 前面左边小心 哦 下腰 这个的话如果会撞到的话 我们大部分用绳子把它拉上去 那如果要大量修剪的话 都要先向台江国家公园申请 所以大部分我们都用绳子把它拉高 哦 右边有一次啊 对 现在后面的朋友也可以回头往后面拍照哦 然后回头往后拍的话小心头哦 左邊小心頭 來 左邊小心 左邊小心喔 前面也小心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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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頭 左邊後面 左 這個有點危險 這裡要會喘了 會喘的時候 手收進來裡面 小心手 小心手 手收進來裡面 好 來看左邊的就是光光的 喔 靈長類動物 我們就要看前面小心前面的樹 手邊的樹就叫做海茄冬 然後它葉子 椰明綠的葉子 背後會白白的 白色內蜜有蜜鹽線 海茄冬吃了太多的海水 會把所有的鹽從葉子背後排出來 好 要回去了 左手邊的樹葉子比較肥厚一點 這個叫藍梨 下雨的時候它就把水都儲存在葉子裡面 台灣最嫩眼的紅樹林植物 嘴要兩邊小心頭 好 再來我們要看到最前面 摔到鏡頭的地方洞口那裡 上面會有兩個彎彎的樹幹 形成半圓形 加上水中彎彎的影子 就變成一個嘴巴的樣子 我們稱它為天使之吻 哇 這麼好 現在船長要把船打很好 讓我們就可以看到 水中的影子有沒有用 我們想要站起來 稍微站起來拍照 小心頭 對啊 船長要提下來了 哦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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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拍幾張 回家再慢慢刪 連拍 連拍 這裡很漂亮 哇 這裡好漂亮 哇 這裡好漂亮 然後 這裡很漂亮 然後 這裡很漂亮 哇 這裡很漂亮 這裡很漂亮 你看這個天使 多拍幾張 對 多拍 是的 那邊泡 多拍 有些人 都拍 還不錯 那邊泡 有些人 都拍 一拍 在藏給我 所以讓他拍一拍 在藏給這兒 是的 我們帶上去藏就好了 好嘞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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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哈哈 你打線 你看看 欸 拍誰 哎呦 往前拍 往後拍都可以 下次來坐船沒有停式正常 有停式鑽到的 等一下 站起來拍沒關係 自己移動一下位置可以 自己找位置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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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快點 有沒有 這裡的地方多一點水中的影子 這裡是市場最有名的養殖場 對 對 養手機 相機 空拍機 好 掉下去就變鹹水機 來 萬達通的貴賓 舉下手 就可以拍到 快點看一下 看一下 露營 萬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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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看來看我 唉呦 唉呦 你上了太多康了 唉呦 再一張 往前拍 然後他就這樣 小心小心 椅子 好 好 這樣可以嗎 好好好 這樣可以嗎 因為沒有船了 所以說 就等很久 不然那個船再會 沒辦法讓我們停這邊 因為我們剛剛 最後一艘 高船開過來 開 哈哈 不要練你的 練你的 你的腳過 你如果 假日來的話 准六塊 六塊去 你如果剛好跟著 你找出面的話 你就完全過不了 而且假日到半 都沒有 沒有腳過 腳過來他不要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這樣 你沒照 我要遮到 你遮到 來坐下來 把我船要再移動了 好 來坐下來 我船一定要照你 你不讓他照 不是啦 我要 好 OK OK 好 這好漂亮喔 哈哈 你看我還 快還抱著你 我對你好親自 你等一下回家看 我叫你宋 哈哈 你看那個 因為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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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讚 讚 讚 好 看最前面的 繼續往前拍 好 鏡頭的地方 洞口那裡 上面兩個 彎彎的樹幹 加水中的影子 這叫 天使之文 來 小心頭 出來囉 旁邊人 趁你感情不好 好 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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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不錯的 要撞到 跟他講喔 要知道海水 漲潮的時候有多高 我們就看兩邊 整個帕子 海前洞的氣根有多高 就是漲潮水會到那麼高 右邊後面小心喔 前面還有道理 前面左邊小心喔 那漲那麼高的時候 船還能走嗎 嗯 這樣這麼高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會開 只是那時候要聽文指揮 我們會說 左邊趴下 右邊趴下 全部趴下 好 然後抬頭看 前面的左手邊樹上 有一個小小的鳥巢 上面 座上 這是一種釀 黃小鹿 黃小鹿的家 黃小鹿會黃色的 小小隻的 好 現在後面回頭往後拍 睡到最長了 現在後面也能回頭往後拍 睡到最長了 現在後面也能回頭往後拍 不要站起來喔 不要亂到手裡 我們要回來才帶你喔 小心頭喔 好 最前面有一個牌子寫著 金桀遺址 右邊小心頭 右邊小心 好 離金桀遺址 就是海關的意思 那以前船如果到這裡 就要過海關要扣碎 叫做離金桀遺址海關 沒有啊 這咱們好是日據時代 日本人把它關起來 從這裡引海水過去 在後面來散岩 日據時代的時候 後面開始就叫做 安順岩田 好那如果一本方式年前的時候 船這裡這樣開過去 前面就有一個月經 有一個餘溫 現在前面有一個餘溫 叫做離金桀呢 這是以前的海關 那180年前的時候 該過去就接到竹法港溪 竹法港溪 是180年前人工的運河 往北到七谷 往南到安平 七谷的細湖 古時候叫博塞港 這個從哪裡出海口 那南邊通道安平 現在的水 就從安平那裡流進來的海水 那如果在三四百年前的時候 這裡是一個島 然後它四面全部都是海 那現在左右兩邊過去都是餘溫 那左邊以前叫做台江內海 海以前以後變成餘溫去勾鹽田 那這個河道 它以前就算是一條桿橋溫 上草退草海水都會流進來流出去 日據時代的時候 有幫忙引海水到後面晒岩 後來這個航道荒廢了都沒有使用 兩邊的紅樹林就趴到水裡面搶陽光 整個看起來像沒有路 民國八十五年的時候發現這裡 就把樹下的枝條削掉 讓船開進來 就變成海水上的綠色隧道了 所以這裡從民國八十五年的時候 就開始營業了喔 這個前面右手邊要小心頭喔 來右邊趴下啊 右邊小心 左邊也小心喔 好那可以抬頭看 前面左手邊樹上很高 高的樹梢上那裡會有一個很大的鳥巢 前面左邊的樹上 用樹枝做的很大一球 好那就是喜鹊的家 可以叫好喜鹊的鳥巢 來小心頭喔 當然前面右手邊小心頭 來右邊趴下 右邊後面小心喔 右邊地上有看到很小隻的螃蟹嗎 洞的旁邊 夾著橘色的很小隻的螃蟹 叫象首蟹 左邊那個洞也都是螃蟹挖的喔 有小個洞 有小個洞就小隻螃蟹挖的啊 大的土堆就是胸橫圓蟹挖的 好 再來前面一張小心頭囉 前面都小心樹喔 左邊有看到招潮蟹嗎 這裡 對對對 這是網紋招潮蟹 這裡有沒有 有個大夾子在這兒是公的 很多有沒有 在跑你才發現他齁 前面右手邊小心頭喔 左邊注意找找看 螃蟹都黑的 小小隻而已 這個洞口有螃蟹 夾著橘色的象首蟹 紅色的網紋招潮蟹 小小隻而已 這隻黑的叫台灣後蟹 這是台灣原生種 這有螃蟹 台灣後蟹以前有人在吃 好 後來發現台灣後蟹上面有 中華許蟹蟲 好 這是一種寄生蟲 所以台灣後蟹現在沒有人在吃了 以前台灣後蟹會把它緊來洗著給 好 就是用鹽啊 酒啊 把它醃著 拿來下韭菜這樣子 配菜 好 看得到水底喔 快點也要啊 這個水有多深啊 很好的問題 這個水啊 這深不超過兩公尺 平常都一公尺左右而已 好 我要知道多深 要跳下去才知道 好 好 我要是離開到一公尺左右而已 真前方的那個沙包上 佔了一隻 叫做小白鹿 前面的右手邊的沙包上那裡 小白鹿 膠質的黃色的嘴巴黑色的 叫做小白鹿 那小白鹿長大不會變大白鹿喔 不同品種的 書上有看到嗎 看到什麼 水裡面很多涟漪就是有魚喔 很多魚 有手邊的樹就叫做水鼻仔 在水邊長了一隻隻的鼻 所以叫做水鼻仔 那一隻隻的鼻就是樹苗 樹苗 放在樹上 上面立遠遠的果實 就是媽媽的肚子 要在肚子裡面懷孕六到八個月的時間才能把它生出來 所以叫做胎生的植物 右邊就是龜蝦秋 就用這個葉子墊著 吹出來的桂就特別好吃 那它是井葵科的植物 所以花味並顏色 剛開出來的是鵝黃色 那如果要卸掉的時候 就會變成橘黃色 並橘紅色這樣子 那左邊的土陳香 酸燃燒有檀香的味道 所以叫土陳香 以前比較沒有錢的人 會挖它的根回來 曬乾做檀香的替代瓶 那只是替代瓶而已 跟真的陳香是不一樣的 可是不是有毒嗎 對啊 它的汁液有毒 汁液有刺激性 碰到的眼睛眼睛會下掉 眼睛就會被灼傷 所以人家叫它吹眉球 這個樹就是水鼻仔 是小葉的 葉子大葉的叫五黎椒 五黎椒跟水鼻仔一樣 也會長樹苗在樹上 五黎椒的樹苗 在樹上繁育一年的時間 才把它生出來 左邊有看到 抄抄斜嗎 公的 左邊過去就是餘溫的 樹上會長根下來 這個就叫五黎椒 然後也會長樹苗 然後在樹上 找找看旁邊那個小鴨子啊 叫小PT 找找看有沒有在這裡喔 小鴨子 在那裡 那在最前面就看到我們的市場 大部 我們的船就是由四草大眾廟經營管理的 四草大眾廟裡面拜的叫做鎮海元帥 鎮海元帥是台南人名字叫做陳友 陳友清朝的時候幫忙平定了台灣的朱宜貴之亂有功 所以他死了以後就被皇帝在追視為鎮海元帥 鎮守著我們的台江內海 因為他很寧願 所以廟就越來越大千 下船後也可以去廟裡面走走去拜拜 四草大眾廟鎮海元帥 現在要比較溫暖一點了 螃蟹有些在跑出來了 這隻公的有沒有 前面一個大夾子 王文張螃蟹 公的前面一個大夾子 用來打球跟交女朋友的小夾子 是用來撿東西吃的 那左手邊的海茄東 雪胸圍123這裡最大塊的一顆 將近200年了 它一年只長0.6至0.8公分 長到123好快200年了 前面好多魚喔 前面左手邊這個石頭叫做海保遺址 西元1631年 荷蘭人在這裡建了一個熱物綠追堡 在西元1656年的時候 做大水水沉下去了 剩這個石頭 三四百年前 荷蘭人建了熱物綠追堡遺址 三四百年前這個島叫北尚尾島 島的南端叫四草 四草就控制著台鄉內海的出海口 叫做大圓港 所以在軍事地位上它非常的重要 荷蘭人從大圓港進來 是這個島的南端蓋著熱物綠追堡 在大圓港的南端是一個沙洲 它就在第一個沙洲蓋一個城堡 叫做熱藍之城 這是現在的安靡城堡 對對對 它總要帶走 現在就很安靡 所以說台銘是很重要的 下船後也可以從六個後面走這個橋過來 然後到安靡去打螃蟹 左邊的地上都要小小隻會爬 還有說的是看得到彈土雨 找找看有沒有彈土雨 這裡 左邊這隻 我看到會爬到岸上的雨 上岸用胸脊走路 然後兩個眼睛在土頂上 會爬到岸上的雨 小小隻而已喔 左邊的人才看得到 會爬到岸上的雨 就是向首線 右邊的綠珊瑚是有毒的 只更容易折斷 擺設乳汁碰到傷口會對藍 有毒的不要碰到 所以裡面有雨喔 再來右手邊會有一棟 叫做抹香精陳列館 右手邊跟東 上船後 平跳根可以免費去裡面看 會有金魚的標本 還是魚、螃蟹、貝殼的標本喔 抹香精陳列館 平跳根可以免費去看 以前的台江內海 又叫做海鴻 海鴻就是金魚的意思 金魚就由近南台江內來玩 如果81年的時候 有金魚要寄來玩 所以就擱淺在大園港 不然我們就把這條標本 或這個抹香精陳列館列 標根可以免費去看 然後如果前面這有水閘門打開的話 這也在開出去 在15分鐘就到台灣海峽了喔 因為水閘門不開 是我們不過去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一掌聲 謝謝我們今天辛苦的團長 謝謝團長 謝謝各位貴賓 好,謝謝大家 先坐好喔 好,那我們等前面那一艘 散開出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兩艘等一下 空中的火鍋 趁熱收起來 孔寬的時候,手都收進來裡面 手收進來裡面才不會危險喔 來看左邊的就是光光看 好 跟他們揮手喔 謝謝 好 現在船要甩尾了喔 左邊的手收進來裡面 左邊的手收進來 船要甩尾了 等船停好了 前面後面的繩子都綁好了 才可以站起來 來 我們現在可以先把舊生衣拖起來 拿在手上 先坐著喔 好 然後先拖舊生衣 等一下我們走出去 把舊生衣放在前面這個 綠色的叫做輸送袋 把它放直的 它比較爬的上去 牆壁上寫著出口往左邊 好 來 先把舊生衣拖起來 拿手上先坐著 先坐著喔 把後面的繩子綁好 才可以站起來先坐著 把舊生衣拖起來 好